字幕提供 好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個例子 我們現在這個例子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我一樣是一個rod 但這個rod它的形狀是半圓周的形狀 我問的是說對應於半圓它的圓心呢 在這個地方 質量所建立的重力場的大小是多少 這題目告訴你說 這個半圓的半徑是大R 以及它總質量是大M 然後線密度是Lambda 去看一下這個G的大小是多少 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 相較於之前是因為說 你會發覺在不同的位置 一樣你可以把這個環 半環切成很多段 但是每一段你去看這個重力場的方向 它永遠是指向圓周的方向 但是因為指的方向都不一樣 所以說你會發覺當你做相加的時候 變得非常的複雜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必須先用系統的對稱性 看是不是可以第一步簡化這個問題 好所以說我們先分析一下 像圖上所畫的 比較深藍色的質量區塊 它產生的重力場G的大小是多少 好我們就說我們現在看的這個角度是θ 然後這個小質量展開的角度是dθ 所以它對應到的質量就是 線密度去乘上展開的弧長 所以你會有一個Lambda Rdθ的一個關係 然後方向我們知道是指向圓周的方向 是DG圖上畫的紅色向量這個方向 那這向量你可以把它拆解成X跟Y方向的分量 因為這個系統本身有個對稱性 我們永遠選擇是乘對的這個質量 比如說我一開始選擇右邊這個深藍色的區塊 那我現在就對應到左邊 找一個相對應的位置 然後呢我一樣去做同樣的計算 問它的DG大小是多少 所以你發覺我們畫出來的方向就是綠色的向量 那我一樣可以做一個X跟Y方向的向量分解 你會發覺說呢 因為對稱性它在X方向的重力場會相消掉 剩下的只剩下Y方向的重力場 所以說我可以只算單邊右邊的結果之後呢 我稱以2我就知道這個位置呢 它產生的重力場大小是多少 那以此類推我永遠的計算呢 我只要找乘對的這個質量點 所以左右呢它的X方向的重力場的分量都會相消掉 所以我最後的問題呢可以簡化 只要去算Y方向的重力場就可以了 好所以這次利用對稱性呢 先第一步簡化我們的問題 所以照剛剛的分析呢 我只要算每一點呢 它產生在Y方向的重力場 然後把答案請到兩倍就可以了 好你可以發覺這個計算呢 從圖上可以分析 我要算的是Y方向的分量 所以它的大小呢 就是DG算出來之後呢 去乘上一個sinβ 因為我要做一個Y方向的投影 那方向我已經寫出來都是在Y方向 所以我可以進一步簡化 比如說呢把單位向量提出去 那後面呢就會有個sinβ 然後底G的大小是多少呢 我們知道呢 底G就是G乘上它對應到的質量除上距離的平方嘛 那現在在一個半環上面呢 它們對於圓心的距離都是大R都是半徑 所以你會發覺它就是有個G乘上底M 除上大R的平方的一個關係 那你現在可以更進一步的化解 因為我們剛剛也知道說 底M呢是LandaR底θ把它帶進來 那要注意說我們這邊之後的積分呢 只需要積四分之一個圓周 我們只需要積右半邊 因為我們說左半邊的弓線呢 我們已經把它乘以2了 所以我們積分的時候呢 只需要角度呢從0度 積到2分之π就可以了 所以你發覺這邊的R跟Landa都是常數提出去之後 我現在積分呢 簡單就是一個sinβ的積分 然後你會發覺積分出來是個負的cos 帶上下線之後呢 最後答案就是2倍的GLanda 去除上R在Y方向 那同樣的我們希望就是說 得到這個最後的答案呢 只跟它總質量有關係的 所以對於一個這樣的環狀而言呢 我知道它的質量 就是Landa去乘上它的周長 就是所謂的πR 所以做了替代之後呢 你得到答案就是2倍的GM 除上πR平方 然後呢是在Y方向 首先你知道這方向性是對的 因為我們剛剛說 每段的貢線呢 乘對而言 它最後的總貢線就會在正Y的方向 那另外呢 你應該可以去分析它的量剛 所以你知道你的分母呢 有個R平方 你的分子呢 有質量也有中力常數 所以呢這個答案呢 非常有可能就是對的